黄河自桃花域以下为期下游,长768公里,这一河段游荡于平原地带,河道宽阔平坦,水流淤缓,长期淤积的泥沙,使河床高于两岸平地,成为举世闻名的悬河,或约地上河。 河水在两岸大地中流淌,当遭遇特大洪水时,常溃绝大堤,在大堤背后形成绝口冲击扇,这是下游河床地貌中的一种特有现象。 悬河的形成,主要是因为黄河携带大量泥沙,进入下游时水流却变得缓慢,以致无法将泥沙携带入海,不得不在下游河道中淤积下来。 此外,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,即必须有人工低防约束,造成相对狭长的堆积面,否则也不可能形成地上河,只会是河道汉漫无归而已。 目前黄河自京广线铁桥和南省郑州市附近以下直至河口,均为悬河,河床平均高处两岸平地约3米,最高处约8米,探面高处两岸平地约4米,最高可达11米,并且随着洪水的泛滥淤积而不断抬高。 其北岸大堤西起梦县曹坡,向下游至河口共分数段,相互重叠交错,南岸始于郑州宝河寨的盲山脚下,延伸至河口,低距上宽下窄,低限及不规则,最宽处可达10余公里,最窄出仅约1公里,这是历史上修筑河道时顺应合适,并照顾民情所致。 郑州河开封 当洛阳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后,继织而起的是其东面的开封,此地古称大梁,为战国时魏惠王及梁惠王都,魏惠王派人开挖了著名的洪沟、沟通黄、淮之间的主要水道,大梁成为当时的交通枢纽。 隋阳帝开通大运河之后,开封为属路交通要冲,唐后期为了保证运河畅通,将其升为军事重镇,五代是后梁在此建都,开封时至名归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,随之后进,后汉, 后州均建都于此,北宋一英之,称汴京,又称东京开封府,即一时之盛,名画清明上河图茅会的就是当时的情形,经灭北宋后,此地遭受极大破坏,虽一度改称之为南京,但因变河已经淹塞,开封的生命线被切断,从此盛况不再。 郑州位于洛阳,开封之间,背负松山山地,面向华北平原,此地在春秋时为郑国公子资产的封地,北州是奢政州,但发展速度一直较为有限, 自1905年金汉铁路启用以后,此地地位迅速提升,到1952年龙海铁路全线贯通后,它迅集成为河南省省会,目前它作为南北东西两个方向交通大动脉的交汇点, 堪称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,开封名圣古记有向国寺,北宋东京城遗址,郑州有商代古城遗址。